不过回到这个冲突最开始的导火线 那么是哈马斯他们谴责 以色列在祝鹏节期间 让数百名的这个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 还有以色列摄影人士 到阿克萨清真寺祈祷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导火线 如何是点燃这个冲突的 就是刚刚提到说 哈马斯他们认为 以色列在祝鹏节期间 让几百名的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 还有以色列摄影人士 到这个阿克萨清真寺祈祷 那这个是严重违反了尾巴的协议 这是哈马斯的说法 另外阿克萨清真寺 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详细地点 它是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大家知道它是圣城 穆斯林是把耶路撒冷 看成是一个神圣的禁地 那么犹太人则是尊重耶路撒冷这个位置 所以特别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圣殿山 我想请教Roth 因为你对犹太文化非常的理解 你本身也是犹太民族 圣殿山还有阿克萨清真寺 他们分别在犹太人的历史 包括文化以及在伊斯兰教当中 所代表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先让我们知道一下 其实这个相当简单 没有很复杂 对于回教徒来说 这个地方是第三个神圣地 第一个是Mekka在沙瓦地阿拉伯 第二个是Medina 也是沙瓦地阿拉伯另外一个城市 这是第一跟第二个最神圣的地方 那第三个对于回教徒 第三个最神圣的地方 就是阿尔阿斯科 Mosque Dome of the Rock 他们认为从那边 穆罕默是往天堂 穆罕默是在那边升天的 升天 对 没错 那对于我们犹太人来说 那边是古老的时候 就有我们教堂住在那边 那就目前就剩下一个墙而已 这个叫做西墙 Western Wall 但是在犹太教里面 这个也是最神圣的地方 其实我们没有很多 像我刚刚说 回教有三个神圣的地方 有Mecca Medina 还有Dome of the Rock 我们犹太人只有一个 只有这个Western Wall 所以因为以前那边是教堂 古老的时候 后来被罗马帝国 destroy掉 所以对我们犹太人来说 也就是一个神圣地 对 那unfortunately 两个宗教神圣地是同一个地方 当然这个对于犹太教 甚至伊斯兰教 还有包括基督教 耶路撒冷都是一个神圣的象征 可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最初导火线是哈马斯 根据他们的说法是 他们谴责的是 在祝鹏节期间 他们违反了 就是以色列违反了这个 当时的这个乙阿之间的一个协议 但是激进派 因为我们都知道宗教里面 一定会有极端分子 那所以以色列这边 尤其犹太教这边的激进派 为什么会挑在祝鹏节 挑起这一条敏感的神经 因为是一个传统有太教节日 所以他们会想去最神圣的地方去祷告 所以这个从六天战争之后 以色列捷管西东西 所以以色列还有约旦 因为其实是约旦负责 这个Dome of the Rock 跟阿尔斯卡 是由约旦来负责管理 但是安全方面 是由以色列管理 所以他们要因应 两个不同宗教 他们都想去那边 那如果信徒 尤其是极端 极端分子 太接近的时候就会发生冲突 所以以色列总是有面对安全的问题 那几点到几点 可以让伊斯兰教徒去那边 几点到几点 可以让有太教徒去那边 这个一直是没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当初大家协议好 可是就是总会有一些 擦枪走火的事情发生 不过现在看到是说 哈马斯发动攻击到今天为止 我们看到的是伊朗一直是成为 这个哈马斯对外发生的主要管道 伊朗最近最新的一次发生 是伊朗的外交部在16号表示说 以色列如果停止空袭加萨的话 那么哈马斯就愿意释放 他们目前绑架挟持的200名人质 但昨天也传出说 哈马斯希望用这200名挟持人质 来交换6000多名巴勒斯坦的囚犯 可是很奇特的是 哈马斯跟我们来看 他在伊斯兰教里面 他是属于逊尼派 那么从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是 哈马斯在伊斯兰教是属于逊尼派 但是伊朗却是由什叶派 目前在主政的 所以文贾老师先带我们了解一下 就是说逊尼派 什叶派 长期以来为什么结下一个 非常难解的心结 其实呢 他们就是都源自于 这个伊斯兰教嘛 然后他们分裂 会分成逊尼跟这个审宴派 那大概就是主要是他的领导权跟他教育的争议 尤其是领导权 因为逊尼派他认为呢 这个孟茉默的基层者 应该是他的亲信 阿布 贝尔克 但是呢 这个神叶派认为是 他的这个女婿 等于说他的表情阿里 因此呢导致了很多战争流血 那我们来看呢 其实这是很大家很特别的 为什么 这是所谓的这个 为什么他发动攻击的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哈马斯呢 他发现美国现在一直在主导 所谓的以色列跟 跟这个所谓的沙奥地阿博要 去做建交要正常化 但是呢 你要知道他们其中的条件就是要 同意让巴勒斯坦建国 其实这是个好事 但是就 就哈马斯认为 因为哈马斯他也是所谓的逊尼派 他认为一旦 这所谓沙奥地阿拉伯的这个王储 就是这个沙尔曼 他因为他也是这个所谓逊尼派 一旦呢他被他主导了之后呢 可能整个他就变一统 一统之后呢 这个哈马斯呢 就失去被被孤立 因为呢 他实际上是跟这个所谓的 以色列不合的 他被孤立 因此呢 他就是怎么样 他本来是跟这个神叶派的 伊朗或是这个叙利亚是死敌 但是因为这个因素呢 他必须要先去做反击 因为是攻击最大的防御 而且你看他这次呢 寝朝而出 我们应该形容叫以卵即死 他因为这样做 因为呢 他认为说 如果现在他不出手的话 一旦以色列跟这个阿拉伯一建交 他马上就被孤立 可能就被见面 因此呢 他就嫌起来攻击 那此外我觉得 这是一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可能就是 就是有关钱的部分 因为如果说 我们知道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哈马斯 他其实 我们看这个报导啊 很少报导说 他是很有钱的 他很有钱 因为他怎么样 他长期的受到这个所谓的 不管联合国 或是伊朗的资助 每一个 我看这个每个首脑 这个身家都是有算 几十亿美金的资产 这么大一个资产 那他当然 他钱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这个伊朗 所以他 他这时候的一个结盟 不代表是一个教育的结盟 他可以放掉教育 他要的是利益 因为唯有伊朗能够资助他 因为打仗要钱 什么都要钱 所以他为了利益 他必须也要放弃 一时放弃呢 就是跟这个原来 这个教育的死对头 所以意思说 即便是教派不同 可是因为伊朗现在选择 申援哈马斯 是因为利益的关系 利益跟战略 战略 因为如果他不 赶快先下手为强的话 他可能一下子就被 以色列跟所谓的 萨利阿波给揭灭掉了 OK 好 回到这个加萨 就是现在的关键地带 因为他有露天监狱支撑 我们先来看一下加萨走廊 他的面积 大概只有365平方公里 大概是多大呢 大概就是1.3个台北市这么大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地方呢 却有200多万的巴勒斯坦人居住 所以他号称是全球人口密度 最高的地区之一 而哈马斯在2007年控制了加萨地区之后呢 以色列在埃及的支持之下呢 长期进行海陆空的封锁 所以让这个地方呢 就变成了有这个露天监狱支撑 据说在当地的生活 确实惨况是大家很难想象的 宜坤你的了解是如何 因为加萨走廊的生活严峻是最主要的几个因素 根据一些世界组织的调查 63%的人在他们那边是粮食受到不安全的问题 然后再加上58%的人他是需要人道援助的 那再加上29%的家庭生活是生活在极贫穷 而且极艰难的生活条件下 那当然他在当地的气候也是都一直持续在高温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之前那边其实都有一些抗争的活动 那我们再看到说过去的历史 其实从我在这边看 从1949年到1956年 然后再从1957年再到1967年 其实加萨走廊长期都是埃及军政府在统治 所以说从一开始呢 加萨他本身他的经济跟社会问题 就是源自于大量的巴勒斯坦的难民 他们居住的那个环境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恶劣 那所以说综合上这些所有的因素 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以色列 他现在进一步的全面封锁 就是让这个加萨我们所谓的这个露天的监狱 其实让他的生活条件更为恶化 我自己看资料就在网络上面看到就是 在当地大概有一半的居民是儿童 那问题来了就是刚刚提到了 长期是埃及在控管 那埃及为什么会支持以色列长期在加萨地区的封锁 他的考量是什么 其实埃及对于埃及来讲 他虽然同情这些穆斯林兄弟的遭遇 但他认为他自己目前的状况难以说大量接纳 甚至让他们到埃及 因为埃及其实赛西他这几年有对外发言 他就是指出 他目前在国内已经收纳900多万难民 大家很好奇这些难民哪里来的 我们知道从颜色革命以后 包括北非 中东 各地区都很不稳定 因此他这900万包括叶门 包括叙利亚 包括苏丹 还有利比亚这些战乱的国家 一大堆穆斯林迁到埃及境内 事实上让埃及感觉到负担很沉重 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埃及的人口大概1亿900多万 原始已经吸纳900多万 也就是将近10个人里面 埃及10个人里面就一个是难民 原始加萨这批200多万人 那其实对埃及来讲 我要吸纳他 我更增加自身的负担 而且对埃及来讲 这些人近来很多是恐怖分子 如果以埃及为跳板 进行相关这些恐怖活动 对他来讲 这是赤裸裸国安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埃及对于加沙 虽然会提供一些物资元素 但他希望和埃及 还是有一些区隔存在 主要是基于自身的资源能力 还有国安问题 我补充一下 因为埃及现在还算军政府 那他们国内的敌人是叫做Muslim Brotherhood 就是这个伊斯兰兄弟会 那哈马斯本来就是属于这个Muslim Brotherhood 这个运动 所以当然埃及的军政府军人等等 他会支持他 他们有对他们有质疑 但是我要回应一下 这个所谓的露天监狱的这个说法 虽然很多媒体用这个字来形容 但是刚刚有提到 伊斯兰兄弟还是会让很多物资进去 水 食物等等 而且这次发生战争前 每天有18000个名额从加沙 天天可以进去伊斯兰兄弟工作 所以还提供工作机会给他们 对 所以不能说是完全封锁 这个说法我不能介绍 OK 不过确实也有检讨 就是说在管理上面的话 以色列对于加沙地区这一块的 不管是管理或者是说你说掌控的话 有没有其他值得检讨之处 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再花时间再聊一下 我们等一下回来 环境权之前我们要来关心的就是在亚洲 最近大家集中的焦点都在 一带一路的高峰会 马上回来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缘局势 周晚到周六晚间九点 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期待 着联合 我们一起去